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的顾问实景思 这里是Real Canada有料加拿大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何在加拿大凡事都需要预约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的话 我主要分享加拿大的移民 留学定居生活 风土人情这方面内容 如果你要是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也欢迎大家通过私信来和我做交流 这样你在未来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了 很多加拿大移民都会情不自禁的发出感慨 在加拿大生活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需要预约 确实像很多加拿大的新移民所说的一样 预约在加拿大的日常生活中是极其常见的 看医生看牙医需要预约 如果没有预约 贸然前往是没有人接待你的 去看房子 无论是买房子还是要租房都是要事先预约 如果没有预约 即使见到了房东或者是房主 也可能只是与你重新约个日子 去银行办理贷款等业务 去和老师谈事情 最好都不要贸然前往 打个电话 预下预约 是大人 感觉最正常不过的做法 找工作求职更是如此 一定要预约 并且问清楚时间和地点 准时前往 即使是到朋友家拜访 最好也是先预约一下 贸然上门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那么在加拿大 人们是通常出于什么原因 才对预约这两个字如此的偏爱呢 预约的好处是很多的 首先因为预约啊 可以更好的能为客户服务 预约的这种方式可以使服务人员 不必受到外界的打扰 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比如说一位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一帮人在旁边等候 甚至有人发出不耐烦的噪音 那么医生是如何更好的为病人服务呢 其次预约还可以节省时间 提前预约好了 就没有必要苦苦等待了 只要按照预约的时间去 肯定就会被接待 这样自然也会节省每个人的时间 当然预约也必须要讲预约的规矩 一旦预约了就需要准时出现 在加拿大一般的习惯是必须提前5到10分钟出现 如果实在不能去 一定要尽早的打电话取消预约 爽约可能会收取你一定的费用的 最后预约还是有利于有效管理的 通过预约呢 服务提供者可以有效管理自己的服务 一般医生的秘书手里面的都有一张医生的时间安排表 由病人打电话来过来预约 秘书会根据时间的时间安排表 安排适当的时间来与病人预约 看病这样就不会造成医生有的时候忙得要命 有的时候却没有病人看的情况 那么这就是一个有效管理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啊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家园百科 是关注加拿大的网络百科全书 不论你是想了解加拿大的文化 求职教育 还是房产信息 还有关移民留学签证的权威资讯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是市井思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